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文革探店 8K小分队给他们举报 在四方立群这边有一个手工大饺子馆 开了很多年了 文革带你们来吃一下 原福树这个地方必须要吃它的手工大饺子 这个饺子馆在这干了很多年了 今天还点了三个菜 人家这上菜也便宜了 它家就整体这个菜金菜价 饺子价格就是二三十块钱的 我今天要了一个十斤饺子 十斤馅的 就是全家福的 意思是什么都有 大饺子手工的墨鱼的 这个是墨鱼的 这个饺子厉害 虾的 看一个鲜虾 一看 这个虾的皮肤就相当谈 然后是韭菜和鸡蛋 这算是一个海鲜素饺子吧 在庆祖这边吃饺子 就别吃什么那种馅了 虾饺子 大鱼饺子 墨鱼饺子 必弄 海鲜饺子嘛 就是体现了一个鲜 人家这个店里吧 卖了接近十几年二十年那个饺子馆 在这个条线上面嘛 有了自己的一套了 人家这个皮也是自己干的 所有的饺子都是两个大姐给捏起来的 亲属捏起来的 而且它这个饺子皮吧 它跟别的地方饺子皮不一样 我说实话 我有好多年没吃这种饺子皮了 咱们现在在家煲饺子吧 都是买了现成的饺子皮 或者自己和面的那种饺子皮吧 都是特别硬 不知道是几号面啊 我不大懂 那种面它怎么下去都不破 但它家这个饺子皮吧 不是那种硬的 它说它是这种特别软 人家也不破 我估计这个面是人家自己调的 很多年以前 家里人还和面自己 擀皮的时候吧 好像见到过这种皮 现在这种市场卖这个饺子皮 都特别硬 给它个饺子可以打个分 听到好吃的饺子馆有的是 我说实话 但是它这个饺子吧 文哥五分满分 我得给它个六分 它这个店我跟你说 饺子是做的很好吃 但是他不问在是不是蘸这个蒜泥 这是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饺子在别的地方怎么充分 但是在我们山东青岛这边 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骨炸 他不问在喝不喝骨炸汤 有些饺子馆很贴心的 给你拿个了壶 倒点骨炸汤 我觉得它这个手工面皮骨炸汤 我估计更好 那你上饺子馆喝骨炸汤 这就是那行了 是不是 前两天咱在那个什么 教点了个鱼 一百多块钱 我对这个鱼挺好吃的 这个酸汤鱼 我看他那样卖三十几块钱 三十几块钱一个酸菜鱼 价格实惠 性价比极强 这可能是在青岛地区最便宜的酸汤鱼了 不是酸菜鱼 酸汤鱼 他家这个酸汤鱼是他家特有的一个 跟那天吃那个还不太一样 里面什么菜花木耳 然后就是鱼片 然后就是黄豆露酱把它调起来了 它这个味道在这儿的很好 这不是很下饭的菜 黄豆露酱做这个东西无敌 来他这个店吃饭的没有想年轻 都是老邻居 第一次跟他们家里人接触 就是在这个圆福顺它这个饺子馆 他说一律请我吃的这个 我就是坐了现在这个位置 不过它装修了里面很大 我刚才进去转了转 里面不少卡住了还有包间 这叫重婚人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见证我们当时还没结婚 伟大的爱情的别人 那是一当时也没意思 张伯不拿个红包 我还得了心思这个 现在好你拿红包就好了 算是好 人家他家闭店了 还有他家的炸肉 炸肉也是卖了很多年了 它是炸五花肉 但它这个炸肉它不脆 真是不脆 有韧性它是五花肉 而且它这个肉里面有一个淡淡的蒜香味 应该说他家有一个蒜香炸五花肉 然后蘸它这个小料提甲 下酒指数 这一盘五花肉的话我给你打勇两下 最少得下个四五瓶 听说他家这个 人家老板吧 以前是倾倒了一个 知名大店行政总厨 水平很高 而且很多人家吃饭吃菜的 能吃住了 而价格也不贵 价格不贵就比性价比 同样的价格你比吃的怎么样 我们就是三个人我们吃东西 所以说我用手抓不无所谓了 你们不牵手吧 大厂炒猪肝 这个菜是人家店里也是别弄的 小伙伴给他推荐了 猪肝是主料猪肝比较多 猪肝非常嫩 猪肝切的必须要薄 你要切的厚的话吧 你怎么炒你也炒不了 特别嫩特别那种 是不是 然后这个大肠 大肠尽量切丝 里面配的是 不是葱啊 是蒜苗 辣椒 剁椒 简简单单的炒制 今天是中午 要是这个菜的话 真想喝上口 待会儿得开车出去办事 本个提示你啊 喝车不开酒 开酒不喝车 啊 不是 不是